盘点明星能有多矫情 还练某小鲜肉的手指划破立层皮 之后上演大型苦情剧 挖破个手而已嘛 你看现场的人 医生 骑行综艺baby却搭车 导演怒屁 打脱一堂股 刚醒缓一缓 缓一缓 他的意思是要抛弃我 休息一下 小鲜蜓 行不行 我觉得我骑不了 坐车算了 乐观 你们为什么每天都在搭车去追待 你们是来骑行的还是来搭车的呢 汉雪看见农村的洗手间 直接抓狂 我们要看到洗手间 炸 我可怕 我觉得这么大 你绕了 那我们队实在是不能接受 太矫情 于淑欣现场犯公主病 惹陆楼一行 好腿 好 好 好痛 好痛 你力真的太大了 是 没 是 没 打倒了 哎呦 你看 我疯了 你不要这样打了 好了好了 别娇气了 没办法的 但这么痛啊不行啊 拍舞打戏就是这么痛啊 拍舞打戏都是演员 浑身都是伤呢 害我被骂了 不仅如此 在陈建兵点评时 还全程发达 表现得很差 他没有规则 这不在人物里 老是我不服 闭嘴 我刚刚也读得很优雅呀 人物的这个感觉 这个特别重要 我坐在那边喝酒的时候 多优雅呀 这很优雅 我指的是你前面的表现 后面才是PK起来 后面太精确了 哇塞 张大大讲了起名场面 BABY 我想串你下去啊 你不是说在陆地上吗 水里啊 陆地啊 这是陆地 这不是水里 不是陆地吗 你够怎么摘啊 这点会抢树啊 这水都不够的话 它会抢树啊 怎么了 他让我滑下去啊 我推一下 我真的滑一下 你会哭传 想怎么这边摘 诶 等等我 等等我 袁宇轩公主病有多严重 竟公然叫板导师佟纳文 你们怎么来面对这个事 那老师我们已经18岁了 我们是大学生 我觉得老师您可以 不用的身份 来跟我们交流 大学生你们是大学生 在上海戏学院 有事请假 不会请假吗 老师同事我们的朋友吗 我是你们的朋友 你们有事 不可以先跟我说吗 您没有表现成是我们的朋友 在这个学校里 我们是师生关系 来这儿是来交朋友 还是来学东西来的 我相信 很多大学里面的师生关系 都是像朋友一样的 孟子义太娇气了 袁宇一说的句句在里 他频频顶嘴 你们说 所有人要拍个照片 要联系的 谁没有做自己说吧 你确定你是跟昨天一样吗 我不一样 为什么 我好像昨天比金家黑 跟你们说了一百遍吗 要拍个照片 要联系的 没听见 没听见 为什么我听见 可能我上厕所了 刀之伟是不是 很早跟你说了对吧 那个时候你又上厕所了 你在睡觉吗 你还跟我说你在说哨 睡觉 睡觉 躺在这里了 睡觉 你在挑战我的普通话是吗 松茫究竟多百家 一天六百五伙食费不够 我不同意 我认为没有生存 就没有后面的理想生活 对 就要伙食费 伙食费是要交的 六百五真的不够 为什么 你早上不喝牛奶 你早上不吃鸡蛋 我们要吃好一点 我不能那么差的伙食 杨子珊节目用消毒水 家里被踩脏 崩溃到大呼 微距的眼神 我看一下 有点凉 没有 天哪 真消毒 请进吧 武军毒 哦 没有 我从不吧 从不来看 不行我 我刚全部都消完毒 看完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 下次不迷路哦